除了警政問題 近來美國槍擊暴力也不斷發生 根據非營利研究組織的最新統計 二零二三年才過了四個星期 全美已經有超過一千四百人死於槍擊案 二零二三年才剛展開幾天 紐澳良十四歲 青少女與其家人遭槍殺 又過幾天 維基尼亞州六歲男孩 對老師扣下反擊 加州擁有全美最嚴格槍支 管控法律 在農曆春節假期期間 蒙特瑞公園市發生舞廳大規模槍擊 十一死 一天後 北加州濱海城鎮半月灣 一名農場工人槍殺七名同事 二十八號 加州洛杉磯高級社區一處短租豪宅 也因槍擊三死四傷 槍擊案對社區造成強大衝擊 受害者家屬悲痛萬分 然而也有人選擇直接面對問題 去年五月水牛城槍擊案爆發 總統拜登六月簽署近三十年來 第一個重大槍支管制法 避免讓危險的人取得槍支 加強二十一歲以下買槍人士的背景審查 根據非營利研究組織槍支暴力檔案統計二零二三年過完四星期 全美已有超過一千四百人因致命槍擊案殞命 根據芝加哥大學與美聯社二零二二年的民調 百分之七十一的美國人認為槍支的法律應該更嚴格 但同一份民調中也顯示百分之五十二的人認為 為個人安全以保護美國人的擁槍權利也是非常重要的 公視新聞畫面的一篇